你是给我带来好消息 还是坏消息啊 爸爸 不 报告主义同志 我们集系总场 经过公关 已经解决了问题 你看 这个呢 是耕地的骊刀 这个 是灌溉用水泵的泵管 水泵里头的铜液轮 这些呀 都是咱们 北京机系总场生产的 头一批合格产品 太好了 这么短时间 你们就解决了问题 这说明 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嘛 只要有了人 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作出来 爸爸 您说得太好了 爸爸 有件事情 我想问你一下 朝鲜战争打了几个月了 现在局势怎么样 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局势是越来越严峻了 安盈啊 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 如果朝鲜失败了 与其到时候 我们被动防御 倒不如现在 我们就变被动为主动 去帮助朝鲜 改变战局 与其中心 有人说啊 去年新中国刚成立 白费带兴啊 咱们党也是立足未稳哪 美国 从经济到军事 都比我们先进 这仗真是打起来 万一陷进了泥潭 得不偿失啊 是 物质层面上 咱们确实不够强大 但是 我们有强大的精神力量 爸爸 只要人的精气神在 什么困难 都是可以克服的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安盈啊 你在基层工作 周边的人 都有些什么议论哪 他们中有些人呀 不愿意参战 我看呀 他们是得了孔美症 软骨病 他们忘了您曾经说过 帝国主义 和一切反动派 都是纸老虎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也许真老虎啊 也是真老虎啊 爸爸 有副队联你还记得吗 有智者 适境成 拓府陈舟 百二秦官 中属楚 苦心人 添不负 卧心长胆 三千月甲 可吞吾